小屏宿空間最大的難題呢 就是如何在這個有限的空間裡面 要安排所有的生活機能 格局要怎麼隔 動線才會流暢喔 屏宿雖小 但是擁有強大的生活機能 讓屋主也可以擁有個人的舒適生活 今天的這個房子只有八坪左右 然後它的屋齡大概是六七年 所以屋主一開始呢 他在找設計師的時候 他就是上網路上幸福空間 去搜尋所有小坪數的關鍵次 而且他特別的要求 他一定要女的設計師 主要是因為他的衣服很多 鞋子很多 然後呢行李很多 然後常常出國 然後會採購一些小東西 而且他很喜歡下廚 然後他覺得這些 生活裡面很細節的東西呢 如果不是女生啊 很難瞭解 他在溝通的時候他的需求 那我們也很高興呢 有這個機會 可以解決他生活上所有的問題 今天屋主的狀況是比較特別的喔 因為他原本呢 在舊有的裝潢 住了一年之後 才找我們的家文設計師幫他做裝潢 可是他為什麼要這樣呢 其實屋主很聰明喔 因為你看我們一般買房子啊 大概新的就是最多看顧看個兩次 然後每次在現場待個十幾分鐘 到最多一個小時 人就會離開 是啊 那我們對那個新房子的了解 應該不會很多 可是呢屋主他買了之後呢 他就在這邊春夏秋冬四個季節 他都待在那個房子裡面 然後他就知道房子裡面的光線啊 然後噪音啊 或者是隔間的感覺啊 動線啊 然後他喜歡的生活方式 那他總結之後呢 他才開始找我們幫他做設計 他真的是內行人耶 因為我想說住個三四個月應該就夠了 可是他住一年要住滿春夏秋冬四個季節 那他住完的時候他就發現說 那我的客廳要大一點 那你怎麼幫他做配置啊 其實我們在設計的時候呢 原來這個廳啊很小 因為樓梯的位置很靠近沙發 樓梯比較這邊對不對 對 然後呢 靠近外牆的地方又是一套廚具 所以他整個人進來就是在一個小小的洞裡面 那因為屋主他其實待在客廳的時間是最長的 他很喜歡就是在沙發上休息啊 然後看看電視啊 然後有時候累的話 他可能就會在沙發上直接就睡一下 直接睡著 對 那所以這個空間對他的舒適度 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希望可以讓他開闊一點 所以一開始我們設定的時候 就是希望這個樓梯不要再這麼前面 所以我們就把樓梯往後移了一些 像你這一面電視牆是做斜角的 其實斜角的看起來是不是有放大的效果 在整個空間的方中 對 因為如果他是做平面很常見 就是在樓梯下 沒錯 對 可是他這樣 就是人在這就一直正對著他 然後他的旁邊就是一個廁所 所以你就是人就是一直看到廁所 然後呢 將來我們的廚房的廚具 也會希望客廳變大之後 我們把它改了位置 所以我就把它做了一個斜角的牆 那斜角的牆第一個讓空間比較有趣味性 再來就是如果我們做L型的沙發 它其實正向不見得是哪一個角度 就可以調整 這樣子比較舒適一點 然後呢 因為它是主牆 所以我們在主牆面要做一些設計 那這邊呢 我們就幫他做這個文化石的壁紙 它也可以精神一些預算 可是對於小空間來講呢 不要做外凸的電視櫃會比較不佔空間 所以我們就把它縮進去做了一個土機櫃 而且它後面你還幫他做了好多的收納 超強大的耶 對 因為屋主它其實就是很需要收納的女生 所以我們後面呢 這個空間 因為我故意做倒斜角之後 它就有一個小的145度的角 可以做收納 那我們就讓它可以放衣服 因為我們可能進浴室洗澡的時候 會有換洗衣服 或者是一回到家有些外套 不會跟乾淨衣服掛在一起 所以它有一個掛衣區 然後靠近衛浴的空間 它可能會有一些盥洗用品 或者是備用的化妝品 沒錯 它要放 然後另外呢可以做一個鞋櫃 妳剛才一開始有講說 這個屋主它的衣服很多 所以它鞋子一定也很多 所以它包包一定也很多吧 對 所以我們呢有 在這個小瓶宿裡面 我們還做了一組高的包包櫃 然後就是在入口 可以讓它出門之前可以選它要的包包 然後預留一個放雨傘的空間 我覺得佳文妳真的很厲害 因為在八瓶的空間裡面 把它收納全部做足了 而且妳還幫它做了一個 算是非常強大的一個廚房 對 其實屋主很喜歡下廚 所以在我們一開始規劃的時候 我們有四分之一的面積 是讓它當廚房用 這是小坪樹很少見 對 因為我們希望它這個空間的機能要強 所以我們有做了就是雙一字型的 不是只做一排廚具而已 做了兩排 然後除了它最基本的水槽 或者是說烘碗機 爐之外 我們基本上都是用抽屜式的收納 它可以放比較多東西 另外一排的櫥櫃 我們做了所有你想要放電器的位置 都已經就預留了 不管是微波爐烤箱 電鍋 熱水瓶 冰箱 就是全部都幫它先留好 那這個是比較常用的高度 那剩下的我們就是做低一點做抽屜 然後高一點的就做開門式的收納 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多留了一個窗台的空間 讓它可以在那邊享用它的早餐 真的耶 其實我也蠻喜歡那個窗台的空間 因為你想想看一個單身貴族 單身女性 早上起來 如果在那邊吃早餐 真的還蠻愜意的耶 對啊 它這個窗台其實 是它廚房裡面也比較設計的一個重點 它除了可以當桌面用出來 它下面我們也都做了收納 然後因為它是一個很有個性化的女生 所以我們這邊設計的風格會比較時尚厚現代一點 第一個就是我們這個窗台有做吊燈 然後它的顏色我們是用比較黑的顏色的檯面 然後去搭有一點粗獷的木紋 就是讓它的風格很強烈 其實這樣子的個性化設計是符合它整個性格的 而且其實這樣子也比較好維護好清理 以這個房子來看 其實它是一個屬一個比較特別的狀況 因為它的屋齡其實是六七年 然後它其實不能算是很新的新屋 可是它也不算是舊屋 那像這樣的房子 其實我們在設計跟規劃的時候 就要使用一些技巧 因為我們都知道舊屋它規劃的預算 其實會高很多 比如說你一定會動到可能是地板 然後外窗 大門 還有浴室 廚房 可是如果房屋的屋齡沒有到很舊的時候 這些費用也許不見得在一開始 就是花在高口上的錢 那像以這個房子來講 它當初做的時候可能只有四五年 所以我們就建議它 它應該把所有的費用 基本上應該花在它最需要的收納 然後它喜歡下廚 所以廚房可以做好一點 然後它待在客廳的時間很長 所以我們覺得它在動線上 也很值得做投資 那至於這個房子原來建商送的一些 門啊 窗啊 地板啊 甚至於衛宇設備都還滿不錯 我就建議大家把它留下來 那小空間裡面如果收納做得好 第一個 生活的秩序會比較好 因為它東西都可以收放如一樣 然後另外就是它進出的動線 會因為你的收納做得好 不會被阻礙到 所以在新的房子 然後小空間裡面的 這種揮畫方式是最適合它的 健全了使用技能之後 風格材質的表現要如何 也能高CP值呢 精彩內容 廣告後繼續 剛剛講到說呢 今天的屋主它非常有個性 而且很有想法 其實我一早就發現了 因為我看到這個沙發背牆的顏色 就很強烈 很大膽耶 對啊 其實這個就是屋主一開始呢 它說它全黑它也OK 全黑 就是給我們很大的空間 是 但是黑色我還是覺得稍微重一點點 那所以現在是什麼顏色 就是黑板綠 黑板綠 像我小時候寫的那個黑板的 那種綠色 對 因為一般人很少會用這個顏色 對 然後就其實屋主很能接受 而且它的沙發 它也是選顏色很大膽 像抱枕它裡面的燈 你會發現它顏色就是很有個性 對 而且我發現這沙發 其實還滿大的耶 對 其實這個空間它雖然不大 就是我們只有客廳這一整區 整個房子大概才不到八坪 是 那它的沙發對它很重要 所以一開始我們設定 這是要一個大沙發 靠層拿起來之後 它是單人床的大小 它是可以睡覺的 是 所以比重的話 這邊的話就算是 第一名是最重要的一個區塊了 沒錯 不過剛才你家伙有跟我講 你說今天的空間裡面 有一個機靈空間 可是我找了很久 我都找不到在哪裡 其實是在它進房間的入口處 它有一個夾住 其實它就是一個凹槽 那很多建商在設計外觀的時候 它有些凹圖面 所以就會有這樣的機靈空間 那以這個案子來講 我們就會建議它做封閉式的櫃子 可以把一些瑣碎的東西藏進去 那麼尤其是像今天那整個空間 它是一個挑高的嘛對不對 那你空間就是要完整 上下都要運用到 所以這方面 你應該算得要很精細才可以耶 我們的屋主啊 跟你一樣 就是挑高型的美女 所以很高 它的身高它有170 所以我們在設定的時候 希望它每一個空間走進去的時候 都是要開闊的 那我們這邊用了一個S型的設計 就是只要是動線 我們就讓它高於一般的 然後如果是非動線上 我們可以稍微調整 那因為它的樓下 剛好是媽媽睡的房間 所以入口我們就讓它高 可是臥區就躺下來睡覺的地方 其實因為是躺著 不需要太高 我們把高度做低 留給上面更衣室 站的高度可以加高 喔 對 因為我剛才有去更衣室看 因為通常如果說是在上面的空間 我根本是站不起來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那個更衣室 難道我是要坐著穿衣服嗎 但是你特別幫它設計的區塊是 它可以站在那邊 完整一個人站在那邊 有穿衣鏡可以照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真的是幫它們 分配得剛剛好 就是S型 那因為它空間小 所以其實我們收納這邊有做一點技巧 像它樓下的房間雖然媽媽偶爾來住 但是還是有基本的桌子 梳妝台 也有鏡子的功能 然後它的床座下也都做滿收納 那另外呢 它的衣物的收納 我們就運用這個樓梯縮過去的空間 把它藏在樓梯底下 所以你不是幫它做桌子 是用一個牆面來偷這個樓梯的空間 然後你把東西放在裡面 對 而且其實我有發現 像你那個門是故意做成透光的對不對 對 這樣可以增加穿透感 剛才嘉文講到說這個樓梯往後推 所以整個客廳的空間就會變大了 可是我看過原始的舊照片 原本的樓梯是有扶手的 現在沒有了 對 因為原來的樓梯如果有做扶手 它的壓迫感會比較明顯 那因為屋主他一個人住也沒有小孩 所以其實沒有做扶手的話 它這個樓梯不單是可以做成 一個動線的功能 還可以放一些小白飾品 像他小孩的大象 所以就可以放一些大象在樓梯上 就變成它也是一個端頸 然後可以讓空間加深那個頸身 所以樓梯的寬度還可以再往後延伸 可是剛才嘉文你有講到 你說今天的屋主也是算是 滿挑高的一個美女 那妳上層的空間 妳要怎麼幫她做配置啊 其實我希望就是上層走到底的時候 人是站著直直的會舒服的 對 所以一般我在設計的時候 在卧區跟最後一個 他街的這個高度呢 我會刻意做拉高 就是讓它站直之後 到睡覺的時候是坐著上去 那在下床的時候 它是可以整個站到底的 哇 真的很貼心耶 而且我發現你的睡眠區 它的牆面 跟這邊的顏色是一樣的 是黑板綠喔 對 一開始就設定 它這兩區呢要有一個呼應 但是呢在進去這上層的時候 我們還是以比較簡潔的鐵件的設計 讓它有穿透感 然後床頭部分 我們留了一個大片的玻璃 那好處就是它可以有採光 是 但是呢如果要睡覺的時候 我們就留了一個拉簾的空間 拉下來它一樣可以保持 它內外不同的區隔 嗯哼 而且我發現妳的這個角落 還有弄一個弧線的造型 主要是因為那邊有管線經過 它是管道間的位置 所以我們一般包直角 它會很容易撞到 撞傷 所以我們是主要把它做成 一個弧性的造型 它其實不但是包覆了管線 也可以讓它空間更柔和一點 看起來也比較漂亮一點 對不對 那另外一頭就是它的更衣間 可是我發現 妳把它的更衣間做得很大耶 其實它這邊的更衣儲藏區呢 以這樣八坪的空間來講 它有兩區算是滿大的 因為這個女生一定要有的 吊衣摺衣啊 抽屜收納 而且我們是把它做的就是雙排的 可是我又怕這個空間可能不夠 所以又另外一個S型的設計 就是偷了浴室上面的空間 可以把它做成一個儲藏 也是預備將來更衣 或其他東西不夠放的時候 多了一個彈性空間 所以其實除了更衣間之外 妳還幫她做一個 儲藏式的一個空間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今天整個暗場看下來 我覺得佳穩 妳總是想得比屋主還要多耶 雖然是一個小小八坪的空間 但是只要經過妳的精心的分配 其實也可以達到一個 非常屬於個人機能 生活非常強的一個空間 其實這房子呢 屋主已經入住一年多 然後我們再來看 聊的時候其實都還滿高興 屋主是在住了之後才體驗到說 其實我們給她的設計是很符合她的需求 有時候甚至於還會多一些些 像我有些業主他們可能都已經是第三 或第四間房子找我做設計 那我們才先聊的時候 他們都會給我一些反饋 譬如說常常會聊到說 有教人設計的房子呢 插座永遠不會少 不需要延長線 因為這些小東西可能我們在聊的時候 我都會特別幫她注意到 還有呢 我有一對夫妻啊 都是醫生的業主 那他們找我的時候就跟我說 她的書很多 然後呢 需要很多很多書櫃的收納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就在書櫃上特別加強 然後用心的幫她多做很多收納 結果他們搬家的時候 發現她的書只放到了三分之一 還有三分之二的空間 都還可以再做收納 很多收納的這些小細節 或者是數量 或者收納的一些動線尺寸 讓我們可以讓屋主住得很舒服 然後後續的生活還可以有擴充 那這也是我們在工作上 很有成就感的地方 想欣賞更多劉佳文設計師的作品 請上幸福空間網站搜尋